还有新年到来拼人气的还有2026台北市长选战提前在开跑了吗 民众党立委黄珊珊初一一连跑台北市13街庙宇 形成满党 台北市长想万安呢一个上午跑了6街庙宇同样很拼 不过国民党总统败选之后现在检讨声量不断 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就说 来迎大型造势所播的音乐连他都没听过 而讲万安今天则是突然开金口唱歌 大年初一走春去台北市长蒋万安一早来到万华龙山寺拜拜 来看起来平安健康 民众抢着拍照握手人气超旺 而龙山寺香火鼎盛市长新年有没有机会再添小龙女 你拼个小龙女我一定送上一个大红包 我就是一只拜月老所以老天爷给我一个全世界最好最美的太太 我求生意志很强吧 初一上午就排了6街庙宇 昔日对手黄珊珊也不遑多让 同样围着红色围巾象征喜气 黄珊珊初一一口气走访台北市的13街庙宇 和讲万安较尽意味浓厚 不免让人联想 2026选战已经提前开打 不过国民党2024总统拜选当内持续检讨 副主席联盛文除夕再直言大型造势所播的音乐连他都没听过年轻人怎么会有共鸣 我比较没有资格因为我唱来唱去万年的就是那一首告白气球 批心带乐的想你 我会批心带乐的想你 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行 当然还是不够新啦 如果有新的歌曲你们可以推荐给我 我来好好练一下 唱歌新首年来还欢迎大家推荐练新曲 讲万安越来越美藕包 龙年到政治人物拜年也要比拼人气 记住我们文文文一圈 特别播动